极端高温前一天 妈保老公不顾我的反对 将公婆偷偷接到家里来同住 婆婆心疼她儿子 将所有的活都退给我 还要我顶着50度的高温 在厨房做好五婚五素 伺候他们全家 老公也一改往日和善 对我恶语相向 我气不过和他们大吵一架 老公竟然和公婆一起 向我赶出家门 我被活活热死在外面 再睁眼 我回到了极端高温前 这一次 我要吹着空调吃小龙虾 看着他们在蒸笼里一点一点饿死 老婆 我爸妈想搬来城里 和我妈一起住 一家人一起吹空调也节约店 我老公穿的短袖 已靠在门上 摸着鼻子心虚地看着我 我一愣 熟悉的记忆如潮水般涌来 看到镜子里白皙水润的皮肤 我才发觉我竟然重生了 我当初全款买这个房子 就是不想跟公婆一起住 我老公本来可以是个正常人 但只要他妈在旁边 他就又会回到巨婴状态 上一世 我强硬地拒绝了 可我老公 在我休假结束去上班的当天 认定的儿媳妇 他们一来 就开始挑剔我的新房子 婆婆更是将我的护肤品化妆品 全部塞给小姚 平时会跟我一起打扫卫生 做饭的老公 也变成了甩手掌柜 一家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将所有活都丢给下班回家的我 婆婆还在我扫地的时候 往地上吐瓜子壳 老公也只是旁观 不会帮我说一句话 我气不过 跟他们大吵一架 谁知平时看着软弱的老公 竟然大发雷霆 与公婆一起将我赶出家门 可那时室外的温度 已一路飙升至50度 极端高温已经来了 我在外面险些脱水 想回家去发现 婆婆和老公把门反锁 任凭我将嗓子喊干 也不开门 最后我在门外因高温脱水而死 那次极端高温持续了两个月 我囤的食物 勉强够他们渡过难关 想到这儿 我打了个哆嗦 端起水杯往胃里猛灌水 喝完还觉得不够 那种焦壳感如影随形 老婆 现在老家那边已经没什么人了 我爸妈在乡下没人说话 都有抑郁了 就把他们接过来吧 他小心翼翼地看着我的脸色 不仅这套房是我买的 家里吃的穿的用的 也都是花我的钱 当初他给我的承诺 是绝不能让公婆 干扰到我们的生活 这才结婚半年 他就迫不及待地想 重新做回巨婴了 我勾起冷笑道 好啊 乡下蚊虫多 也没安装空调 正好过来避暑 我压住眼里的仇恨 我巴不得他们来送死 老公对我的反应 既意外又欣喜 这还是我第一次 在他提到公婆时不抵触 因着我态度的转变 老公第二天就急不可耐的 开着我新买的奥迪 回乡接他爸妈 比上一世的时间早了五天 他出门后 我将卧室客厅都装上摄像头 调好角度 找好掩体 确保我的手机能接受到实施画面 然后向单位请假 两个月的极端高温即将到来 谁还上班啊 我平时就有在打折机同货的习惯 所以家里还有很多食材和干货 我把大部分食材都选出来 打包好放进地下室的另一辆车里 然后开车回到公婆老家 就是他们迫不及待离开的农村 这个村子里确实没有人了 大家都去了城里 公婆一定想不到 我会在他们想远离的地方 度过极端高温 乡下绿植环绕 没有排放尾气的汽车 没有城市的热导效益 其实最适合避暑 我将房子简单打扫了一下 然后把后备箱里的东西都拿出来 我又联系市里的大型家电超市 订购了空调和几个大冰箱 就算是在乡下 没有空调 也很难挨过50多度的高温 然后找熟人订购了柴油发电机 和几百升油 极端高温下 除了食物和水 还有一个东西很重要 那就是电 上被子 就有很多老人节约 舍不得开空调 还有一部分没有出月子的新母亲 坚持用老一辈传下来的错误方法 做月子 不开空调 不开风扇 最后得了热射病死在家里 既然上天又给了我一次生命 那我就一定要度过这次难关 好好活下去 眼看着太阳要下山了 我决定下次再采购其他东西 我开车回到家 公婆居然还没来 估计是老公要带他们 先玩一圈再回来 之前拿出来解冻的鸡鸭 鲍鱼 海参 猪蹄 基本上都化好了 我还非常奢侈地 用家里囤的矿泉水来烧菜 公婆和干妹妹要来做客 那不得好好招待一下呀 等我做好饭菜 婆婆也慢慢咧咧地 走到了楼道 儿子 那个秋寒 哪里比得上我们小摇 知道我们要来 接都不来接一下 也不知道在摆什么架子 我呸 她一个女人靠什么买房的 她这种女人就是骗子 以前指不定是做什么够当的 婆婆也连忙复合 就是 儿子 你还是要找一个干干净净的女孩子过日子 别说这女的有一套房 就算她有一栋楼都配不上我儿子 她们这种人就是这样 狭隘 自己没钱 还怀疑别人的钱来路不干净 打心底 不认可女性 觉得她们只能做男性的附庸 就算路灯在我这里是吃软饭的 她妈也永远觉得她比我强 她对她家难保的滤镜 别的可比城墙还厚 也怪我当初瞎了眼了 觉得她这个人 不会对我产生什么威胁 家里催婚又急 就稀里糊涂结婚了 垂在身旁的手 不自觉握成了拳 指甲陷进肉里 这一事 我要把她们家在我身上的苦难 多加倍还给她们 门一打开 她们一家就提着大包小包冲进来 把我挤到角落 全当看不见我 直接把行李往里面搬 我看这架势 是把整个家都搬来了 把我家玄关和客厅堆得满满的 姐姐 喷了香水 我就说什么东西这么刺鼻 我赶紧就好表面功夫 将饭菜端出来 摆了一大桌 招呼他们吃饭 却饮得婆婆劈头盖脸一顿骂 不知道我们刚从外面进来 热得要死吗 现在吃得下饭吗 你是不是想我拉肚子 公公不拖鞋 把脚翘沙发上 往空调出风口下一趟 开始指挥我 把饭端这边来 我要吹凉快了再吃 小瑶翘起指甲尖 假惺惺的开始帮我端菜 婆婆一把拉过她道 你是客人 干什么活 让她一个人端 老公试探性的瞧了我一眼 既然我没有表现出不悦 也放心的坐下了 菜端上桌 也不等我 就先吃上了 就算是我特意做的满汉全席 他们也要挑点毛病出来 这个猪蹄 炖太软了 吃得很腻 会不会做菜呀 做成这个样子 你们倒会享受 海参鲍鱼 哪管我们哦 留我们老两口 在乡下吃糠燕菜 老两口又演上了 你们吃糠燕菜 一定是因为你们爱吃糠燕菜 跟我可没半毛钱关系 况且 我老公每个月 可给你们打不少钱呢 我目不作声 任凭他们土炮账 吃完饭后 他们像前世一样 都坐在客厅看电视 留我一个人收拾碗筷 我打开冰箱 准备将剩菜放进去 留着明天吃 婆婆突然冲过来 将菜打掉 吃过的菜还留着 你是想给我们吃剩菜吗 你平时就给我儿子吃剩菜吗 难怪他都瘦了 说着说着 婆婆开始哭天喊地 我的儿啊 你命苦啊 像是在灵堂哭丧 公公也跑过来 踹了我两脚 就是想吃点好的 我仍旧不反抗他们 现在把人赶跑了 可就前功尽弃了 我将剩菜剩饭打包好 拿出去送给桥底的流浪汉 你们看不上的剩菜剩饭 可是别人求之不得的美味佳肴 说着 好像他们以前在乡下 把儿子养得多金柜似的 现在嫌弃剩饭剩菜 等过段时间 你们连这都吃不到呢 晚上 婆婆冲进主卧 霸占了我的床 把我梳妆柜上的护肤品化妆品 全都搬到次卧 给小姚摆弄 小姚一副受之有愧的神情 妈 这不太好吧 这是姐姐的A 她嘴上说着拒绝的话 却看都没看我一眼 婆婆凶了我一眼 一天天敬万花钱买东买西 保养得这么好 是想勾引谁啊 然后她转头对她干女儿轻言细语 小姚 你拿着 你哥哥喜欢你抹这些 给她就给她了 我留下的 都是开封很久没有用完了 而且 我还往里加了不少料呢 至于那些那些还未开封的护肤品 我已经送回乡下了 让她在生前再享受一下 是我的慈悲 第二天 我依然像昨晚那样做一大桌子新鲜菜 看着他们吃饱喝足 家里的食物越来越少 我激动的颤抖 午饭后 我坐了辆货车到超市里 采购了十几箱方便面 五淡米 二十箱矿泉水 七桶油 四箱八宝粥 五箱牛奶 两箱酒和五件可乐 还有我爱吃的小龙虾 鲍鱼 海参和各种卤味 又在市场上买了半扇猪 三十斤牛肉 三十斤羊肉 蔬菜就不用买了 公婆地里还种了一些 回去后将它们摘下来 放冰箱就行 除此之外 我还采购了一些水果 西瓜 苹果 梨 高温下 水果容易坏 不需要买太多 为了预防中暑 我还买了货香正气液之类的常用药 乡下蚊虫多 所以我还买了蚊香和驱虫水 满足了基本的生存需求 接下来就是一些满足精神需求的东西了 我下载了十多个字的小说 电影和电视剧 买了乐高和拼图 还在书店选了一些书 这些东西够我生活一年了 更别说区区两个月极端高温 我一边偷偷建设安全屋 一边给公婆她们做饭 终于在我的不懈努力下 家里只剩下一些面条 豆皮之类的干货了 天也越来越热了 从明天开始 气温会步步攀升至50度 这段时间婆会没闲着 一个静的在我老公面前夸赞干女儿 小瑶这孩子就是长在我心肩上 越看越好看 越看越顺眼 夸着夸着就将话扯到我身上 明里暗里讽刺我 儿啊 你结婚也有半年多了吧 怎么还没见你们播个种啊 这女人只顾着在外面忙不顾家 可不行 不下蛋的母鸡有什么用 你可是我们陆家的独苗苗 可不能无后啊 女人就年轻这几年 过了这个岁数 可就不好生养了 结婚前 我就跟陆登约法三章 我强烈表示 这五年是我失业的上升期 生孩子之类的事 想都不要想 可能是半年安逸日子不够了 她听了她妈的一通分析 也决定先要孩子 晚上她亲身压着我 老婆 就听我妈的 我们先要的孩子吧 我翻身抽了她一耳光 每次都是这样 我们提前说好的事 只要她妈反对一句 就立马变卦 这么听妈的话 还娶什么媳妇啊 干脆和妈过一辈子得了 这样就一辈子都不用断奶 可以安心当个巨婴 夜还未深 大家都睡得不熟 这一巴掌 将隔壁两间卧室的人都惊醒 婆婆跑过来 看着她宝贝儿子的脸上 拨了道红狠 顿时暴跳如雷 秋寒 你个死婆娘 果然不是个好东西 居然打老公 她抄起扫帚 就向我扔来 没打中 她又想跑过来 扯我头发 公公也跑过来帮忙 但我又不是吃素的 反手就将公公头上的假发薅下来 公公顿时老了十几岁 小姚则趁乱摸上我老公的脸 呼呼 吹吹就不痛了呀 我抓起早就收拾好的包 开门出去 你们就在这里自生自灭吧 门里面传来繁琐的声音 就在外面过夜吧 死婆娘 别再想回来了 他们似乎忘了 这是我买的房子 我将两辆车都开离车库 一辆停在公司的地下车库 然后开着另一辆回到乡下 我终于住进了早就收拾好的安全屋 室外温度已经很高了 我连忙打开了空调 这才觉得活了过来 但这只是开始 极端高温真的要来了 我给自己调了杯酒 庆祝自己 这辈子脱离了那没有分寸的一家人 我透过手机屏幕 欣赏另一边传来的监控画面 在我离开家后不久 小姚就在婆婆的怂恿下 穿着单薄的沙衣 进了我老公在的房间 卧室的监控我也有 但我嫌恶心 就关掉了 第二天一早 气象局就给所有人发了短信 今日最高气温45度 未来一周将持续高温 请市民朋友尽量减少外出 注意防暑 我忍不住打了个哆嗦 这高温可不止会持续一周 至少会持续两个月 而且降雨量极少 现在是学生和部分上班族 开始放高温假 后面会是商场和路边门店 开始先电 然后大部分小型超市不开门 开始有老人小孩热死 那些放假的学生 开始在互联网上狂欢 庆祝这突如其来的假期 甚至有人开始祈祷 让这高温更持久一些 一些自媒体博主 开始将生鸡蛋打在路上 记录烤熟的过程 到了饭点 老公主打电话 语气凶狠 秋寒 知道错了 就赶紧回来做饭 你想饿死我爸妈吗 在婆婆没来之前 我老公一直都有软饭男的自觉 会主动做饭做家务 从来不敢对我硬气 她现在像是母鸡翅膀下的小鸡仔 仗位有人撑腰 开始对我这个曾经的饲养员 大呼小叫 那希望她母亲能保护她一辈子吧 见我久久不回答 她越发恼怒 我跟你说话呢 什么时候回来做饭 我看着杯子里还在消泡的啤酒 和即将出锅的小龙虾 忍不住冷笑 哦 我忘了跟你说了 我被老板派到北方出差了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家呢 你们有手有脚 做几顿饭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婆婆冲着手机大呼小叫 这个不要脸的死鸵鸟 鬼知道你是出差了 还是去鬼混了 别管她 我去做饭 她回来你们也不许给她开门 就让她热死在外面 挂断电话 婆婆就进了厨房 和家里已经没有多少新鲜食材 就剩一点点肉和蔬菜 还有挂面 豆皮一类的干货 老公善解人意的说 前几天大鱼大肉都给我吃腻了 正好换换口味 小瑶也去打下手 对 天气这么热 该吃点清淡的 最后 他们四个人一人一碗清汤挂面 上面只飘着孤零零的几片叶子 家里的调料也都被我用完了 没开封的 我都收拾带走了 面里只放了盐和一点点油 我放下手机不再关注他们 戴上一次性手套 开始吃我的蒜蓉小龙虾 时不时开两口啤酒 人间天堂也不过如此了 两天后 气温攀升至50度 整座城市像个巨大的炼丹炉 天气预报说是50度 但体感温度有60多度 太阳早早的就挂在高空 将裸露在外的昆虫 烤得焦干 历青露被晒得沾血 街上已经没什么行人 大部分门店也已经关门 户外工作者也全部回家休息 公公看着午饭又是清汤面 对婆婆很不耐烦 吃了两天清淡饮食 嘴里都淡出鸟来了 今天给我弄点好的 像媳妇在家的时候那样 七婚三宿 她不停砸巴着嘴回味 现在就去买 我午饭不吃了 晚上早点吃饭 婆婆饭得难 家里没多少菜了 这高温可能还有几天 要不就先将酒 等秋寒回来了 再喊她弄给我们吃 都这时候了 还想着压榨我呢 公公举起烟灰缸 狠狠砸在桌上 将石木桌面 砸出很大的坑 我的心都在滴血 死老太婆 我老年人 就是要吃好喝好 才活得长 你是想我死了 好改嫁 好一个强词夺理 没有没有 你怎么能这么说 婆婆很委屈 现在是中午啊 外面太阳正毒 你想热死我呀 我不管 我今天就要吃 不然我打死你的死鞭婆 说着公公公就进厨房 披了把菜刀出来 举过头顶 做事想砍下去 婆婆急得都要哭了 我去 我去还不行吗 我看着外面毒辣的太阳 想着前世 就是在这种天气 死在了外面 如果我在家 外出买菜的活 他们肯定会推给我 但我不在 婆婆就是家里唯一的女主人 这种事他们默认该女人做 婆婆想让小瑶一起去 怎料我老公将小瑶护在身后 妈 外面这么热 小瑶皮肤嫩 晒不得 原来她也不全都听她妈的呀 原来她也会为了女人反驳她妈 我只觉得心寒 最后在我婆婆的苦苦要求下 我老公提出 开车跟她一起出去 他们一起坐电梯 来到地下车库 发现我买的两个车位 都是空的 我接到电话的时候 正在满地找拼图碎片 老婆 家里的车去哪了 我不是出差吗 就开走了 我开了一辆 同事开了一辆 婆婆气得跳脚 结婚那么久了 这车就是夫妻共同财产 你们一人一辆 你居然私自把共同财产全都开走 我打断她 你们搞错了 两辆车 还有你们现在住的那套房 听到这话妈宝老公可就不乐意了 你他妈怎么跟我妈说话呢 什么叫把他们赶出去 我们结婚了 他们就是你爸妈 我打开一罐可乐 咕噜咕噜的喝了起来 我老公说话声音越来越小 直到变成清晰的口水声 老婆 你在喝什么呀 我漫不经心的开口 冰可乐呀 你不知道 在这种天气和冰饮料有多爽 老婆 你能不能提前回来呀 我都想你了 顺便带点吃的回来呗 刚才还一副恨不得将我生吞活泼的恶毒模样 现在就说想我 是想我这个认劳认认的劳动力和食物了吧 老公 我也想啦 但是这个项目很重要哎 拿到的提成 够我吃三年了 老公或许是觉得我赚的是夫妻共同财产 我的就是他的 他语气缓和 那行 你项目结束了 要赶紧回来呀 我很想你的 婆婆见不得老公对我表现出眷恋 赶忙插进来嘴 我就没见过什么项目这么赚钱 还够你吃三年 你别是出去给我儿子戴绿帽子 女人赚这么多钱有什么用 结婚半年多了 肚子里一个蛋都没有 他也没什么文化 说来说去 就这几句 就只会给我扣莫须有的帽子 我都听腻了 也没个新鲜的 建车库里没车 要去买菜就只能不行 老公就不乐意了 妈 我就不去了吧 外面太阳好多哦 婆婆看到 唯一站在他这边的依靠 要撤离 急得团团转 我一个人去好危险啊 外面太阳这么大 儿子你就陪陪妈吧 老公站直了身体坚定拒绝 妈 是你答应爸要出来买菜的 又不是我 再说 你都奉献这么多年了 这次再奉献一次 也没事啊 说完他头也不回 丢下婆婆 就坐电梯 回到32楼的家 往空调口下一坐 将粘在身上的衣服抖开 婆婆一个人 打着小瑶 给他准备的遮阳伞 往经常买菜的市场走去 可今天市场早就关门了 早上8点就闭市了 摊贩们全都回家休息去了 何况现在是正午 路上一个人饮都没有 就算商家开门 也没有顾客呀 这种不赚钱的买卖 没人愿意做 婆婆空着手 待在外面 可能要被热死 回家又会被公公骂 他左右为难 但还是决定保命要紧 极端高温 家家户户都开着空调 电力紧张 小区为了节省电 电梯只在早中晚高峰7开启 老公平时从来不关注小区群消息 当然不知道 婆婆走到楼下的时候 电梯已经停院了 要等到下午7点以后才会开 也就是说 他要么选择爬楼梯 回到32楼 要么忍着闷热 在体感温度接近60度的环境里 等五个小时 皮肤细胞里的水分 在不停挥发 他跟上一世的我一样 口干舌燥 他迈着患有关节炎的双腿 打着扶手 艰难的一步步往上挪 没走几层楼 就开始气喘吁吁 身上的衣物都被汗水浸湿 我公公接到婆婆的求救电话 只知道她没买到菜 对她每一句好话都没有 没买到菜还敢回来 你疲痒了是不是 我就不信挤过楼梯 还能把你累死了 你自己爬上来 平时被婆婆溺爱的老公 开门感受了一下外面的温度 想到爬楼梯会更热 也赶紧把腿伸回来 我妈这么爱我 舍不得我被热到 我就不去了吧 几步楼梯而已 小姚贴心的倒离杯开水放桌上 等干妈回来就能喝了 但最终 他们没有等到婆婆到家 她像上辈子的我一样 在高温下中暑 脱水死在外面了 如果他们愿意出门看看 就会发现 婆婆已经爬到25楼 还差7楼就能到家 只要有人能拿点药 拿杯水出去 她可能就不会死 她的死很可惜 但我不同情 我还记得我跪在门口敲门 求他们开门让我进去 是婆婆反锁的门 抵在门口骂我 死了活该 到了晚上7点 电梯又重新开始工作了 公公还是没有等到 她要的大鱼大肉 她在屋里急得团团转 也没想着下楼看一下 只是脾气变得更暴躁了 在家里摔摔打打 老公心里隐隐感觉到 婆婆出事了 更不敢出门了 这下 他们连出门买菜都不敢了 晚上 小姚饿得不行 就去厨房弄点吃的 做的还是清水挂面 这次连两片菜叶也没有了 她白天见识到 我公公的暴脾气 也不敢叫她吃饭 只是自己偷偷在厨房吃完 然后将另外两碗 放在餐桌上 公公饿得眼冒金星 胡伦将一大碗面吃完 然后就将碗重重砸在底上 碎片见得到处都是 小姚脸色瞬间苍白 怕她像白天那样拿刀发疯 干脆拿起备用钥匙 直接出门 我老公也没有精力去追 我通宵追完电视剧后 又顺手打开了监控画面 天还未亮 小姚在外面待了一整夜 现在才悄悄打开门 捏手捏脚的进来 躺进老公睡的卧室 装作无视发生 眼尖的我发现 她面色红润 精气神很足 不太像是只吃了几天清汤面的 我又留心观察了几天 婆婆不在 没人护着她了 她在这家的身份很尴尬 勉强算得上是我老公的小情了 但是她白天又被逼包兰洗衣做饭 打扫卫生的家务 更像个免费保姆 然后晚上跟我老公一起进卧室 一番云雨后 她又偷偷溜出去 不知道去哪了 到了后面 她干脆晚饭都不吃了 贴心的说 灌面都没剩下多少了 你们是男人消耗打 我不饿的 正好减减肥 我老公那个马达哈就这么相信了 她觉得她体贴温柔 善解人意 晚上耕耘的更卖力了 被人耍了都不知道 我特意熬夜到凌晨四点半 给我老公盘个视频过去 我桌上摆满了快乐水和零食 还有一碗冒着热气的自热火锅 她震惊的 起床气都没有了 滚动着喉结 直咽口水 她眼睛都直了 老婆 你那边怎么有这么多吃的呀 我装作苦恼 还不是我们老板 太大方了 怕我们无聊 买了很多吃的来给我们紧闷 这么多我一个人根本吃不玩 她的口水滴到手机屏幕上 刚好呼住了摄像头 老婆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我也想吃 你带点回来呗 我拍了拍脑袋 别急 我两个月后就回来了 她那边的镜头模糊 我看不清她的表情 但狂喝水掩盖饥饿的声音 还是很明显 我补充道 老公 我听说现在南方高温不退 很多人在家都没吃的 我怕你们也被饿着了 就托人给你们准备了点惊喜 东西已经放在我们家门口了 你去开个门 好 她理所当然地认为 惊喜是食物 连忙挂断电话 套上裤衩 连衣服都来不及穿 就急不可耐地跑去开门 门外可没有给她送救命物资的人 只有邻居家大开的门 和门口衣衫不整的小瑶妹妹 小瑶嘴上还有没擦干净的红油 单身男邻居乔剑 被我老公撞见了 连忙把小瑶关在外面 我老公看着慌张的两人 再迟钝也反应过来了 这些天压抑的情绪 顷刻间全部爆发 她抓着小瑶的头发 将她拖进屋 然后一拳一拳砸在她身上 还不过瘾 又随手抄起空酒平抡上去 为了美一直在控制体重的小瑶 完全没有反抗的余地 鲜血从破掉的皮肤中不断流出 渐渐没了呼吸 我老公双手止不住地颤抖 第一次杀人 处理不了这么复杂的情况 过了一会儿 她开始满屋乱翻 可算找到一个大麻袋 她想把小瑶装进去 找机会丢出去 反正现在高温到处都在死人 尸体也腐烂得快 等高温结束 警察根本找不到证据 公公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床 静悄悄地站在老公后面 在她想拖着麻袋出门的时候 拉住她 面色阴沉 你把她扔了 然后我再没打开过监控 手机也直接关机了 不接家里打来的电话 我在乡下又悠闲了一个多月 每天吃饭睡觉玩游戏 偶尔用电脑看看网上的新闻 几乎每个小区都有人死 有邻居在网上说 总是能闻到腐烂的气味 几乎所有超市都被买空 大家都蹲在家里不出门 整个城市像是死了 街上除了生命力顽强的植物 就没再有任何生物 一场连续三天的特大暴雨后 城市的热气被带走 温度重新回到35度上下 政府一统计才知道 原来极端高温 带走了2000多万多人的性命 警察给我打电话 他们没有在楼道 发现我婆婆 反倒是在另一户人家里 找到已经风干的肉干 通过DNA比对确认了身份 他们根据我提供的证据 逮捕了我老公和公公 原来他们后来又因为食物不够 趁邻居出门丢垃圾的工夫 将他也残忍杀害 他们两人均被判了死刑 而我的这套房子 我也不准备再要了 D价拍卖出去 我又重新找了个 比公司更近的房子 没了吸血鬼婆婆 和妈宝男老公 我的事业蒸蒸日上 全文完